黎諾爾日前接受訪問時 自爆層經投資失利 虧損過百萬 他這天都有提及這件事 小時候貪錢 誰人買消息股叫我買買買買買買 輸一下輸了多 到大了所以學懂 不要別人說就買 還有現在有家室 希望有些東西留給小春雞和我老婆 免得虧損了也不太好 幸好我當時沒有我老婆 如果有我老婆在的話 肯定會斬了我 誰會讓我這樣做 所以奉勸大家結婚的男人 把錢放在老婆那裡 不會虧損了 我人包的錢 當然是夠吃飯 我們那些很可憐 你看我好我看你好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那自己有沒有什麼理財心得 教兒子小春雞 沒錯 鋒鋒 雖然爸爸想教你做一個好老公 但是你記住 錢給了老婆的話 就回不來 永遠都是他的 你別想問他拿回 問他拿回就是他的 所以有機會的 就自己留一點 不用這麼坦白的 是的 哈哈 MING PAO CANADA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